蔡總統竟然回聲了 他做了什麼好事 讓他的民調回聲 觀眾朋友這有天理嗎 他黨復佩戴疫苗 現在疫苗來他民調回聲 這是什麼世界 你現在該辦的不辦 去辦一個老百姓 就一個非常簡單說 陳部長你怎麼樣 這個是在可受公平的範圍之內 怎麼會這樣去判他有罪 現在是民主退部黨在執政 民進黨你去告我 你告我 我公開講 我都怕你 你就是民主退部黨怎麼樣 到底要不要提高這個三級警察 因為陳時中一直被 重複的問到這個問題 那以目前這個板橋 這個整個大樓的這個住戶來講的話 除了埃及的兄弟黨 還有裝修工人的夫妻黨 目前的住戶都是相對 第一次的PCI驗傳都是陰性 而且他們都送去隔離的 所以我會覺得這種 就是我們在採訪的時候 大家的那些 我的感覺 我希望大家 當然我不是當事人 我要再參加漢語的節目 我是比較希望大家勇敢一點 堅強一點 看看其他國家地區 他們從去年到現在 包括馬來西亞 越南 大陸 歐美各國 澳洲那些封城的 那個才是真的封城 我們到現在從來沒有 真正的封城過 然後大家就覺得很不便 養尊處優這樣子 我就覺得很那個 漢語我還有一點感想是 就是2011年的東日本大地震 大家可以去調當時的新聞畫面 當時日本還發生浮島的核災 NHK在實況轉播的時候 那個畫面都是海嘯 地動山搖什麼的 可是你去看NHK的主播 他一點情緒都沒有 他非常的平穩的 很像是一個機器人一樣的 在報導這個災情這樣 那我們臺灣不是 大家都 我實在是沒有辦法想像 這個是柯文哲跟侯友宜 公布的病床的數字 臺北市在兩天之內 可以開700床 一個禮拜可以開出1421床 新北市三天之內可以開652 七天之內可以開1043床 那我們到新北市有400萬的人口 臺北市有270萬左右 我不是很瞭解 是不是兩位市長 告訴我們假設輕症跟無症狀 還是沒有病床 就是你還是讓他去住 檢疫力管理說 我就是沒有病床給你 那你就是在那邊 希望你自己會好 不然就是你從輕症或無症狀 變成重症了 我再把病床給你 是跟上次一樣的意思 我要請問觀眾朋友 我們到底學到什麼教訓 所以我們記者應該盤點 剛剛政委員 還有你們提到那個高端疫苗 我們現在高端疫苗 總共備貨了 封肩通過的是95萬劑 可不可以請問指揮中心 高端送了幾萬給你驗 他的良率到底是多少 如果他送100萬給你 然後你90萬拿去用 那良率就是95%了 他送了多少給你 還是像之前政委員講的 有82%是有問題的 82%對不對 那這怎麼辦呢 對不對 你都沒有把它弄清楚 我們上次1000多條人命的教訓 到底指揮中心跟縣市政府 我不曉得到底學到了什麼 就是我們要去盤點 我們所有的資源 而不是說去雕花 亥宇你還記得嗎 我們前一陣子 三級警戒很嚴重的時候 我們就不疫調 你案例很多 你現在這個社區 誰傳染給誰的意義在哪裡 就已經這樣子了 當我們幾百例 每天幾百例的時候 我們就不疫調了 那是廢話 所以我們應該請中央跟地方 不要再做這些雕花 無意義的動作了 好不好 我們真正的問題是 我們疫苗的覆蓋率不夠 到今天為止 我們打完兩劑的還不到5% 是全世界的後段班 為什麼會這樣子 如果因為這樣子 大家急急忙忙去打高端 那到底是誰的問題 我最後講一下我對蔡總統的遺憾 我的遺憾是說 竟然在最近的民調裡面 蔡總統竟然回聲了 為什麼 不知道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做了什麼好事 讓他的民調回聲 是因為復必泰的疫苗來 他的民調回聲 觀眾朋友這有天理嗎 黨復必泰的人是誰 他去年就該買 他不買 然後他黨復必泰的疫苗 現在疫苗來他民調回聲 這是什麼世界 這有公平嗎 如果我們去年就買的 這個BNT的疫苗 今天會是這個局面嗎 然後因為現在疫苗到後 就變成他民調回聲 太可笑了 這個判決我是滿訝異 就是說因為剛剛講 他其實也沒有什麼 在我看來沒有什麼 非常嚴重就判三天 那一天是1000塊 等於是他罰3000塊 我希望被告勇敢的去上訴 絕對不要屈服 這個包括剛剛漢雲講 其實他是有 不是一次而已 他是公開的講 然後就直接說 我們的指揮官說謊 哪一個比較嚴重 當然是吳子嘉比較嚴重 你為什麼不去告吳子嘉 之前台北市的足跡 徐巧新公布的 你告徐巧新 我一直等來都沒有告徐巧新 他說我沒有惡意 我看起來 學長我看起來是有 對不對 你看我們這疫情以來 周遇寇有多少的泄密的嫌疑 指揮中心有處理嗎 你看自由時報的疫苗 是一路的獨家 還有之前也是徐巧新踢爆 那個叫BJ26BJ 到現在也沒處理 還有社群中心那個什麼 飯綱號也沒處理 他們有處理 他們立法院裡面 封殺這個提案說不可以調查 沒有 那個立法院 你司法檢調單位 你就應該要去處理 你都沒有處理就變成 我今天看這個新聞是 洪耀福跟黃國昌對嗆 洪耀福是以前民進黨的 小英的愛將 這我也不是很懂 因為如果說 你看之前他在當民進黨 秘書長的時候 他就被報導說 他去教育部喬大學的買賣 然後現在又說喬國營事業什麼的 這個如果在以前馬英九時代 那個早就辦了 我不曉得現在就不辦 你現在該辦的不辦 去辦一個老百姓 就一個非常簡單說 陳部長你怎麼樣 這個是在可受公平的範圍之內 怎麼會這樣去判他有罪 觀眾朋友 我的結論非常簡單 現在是民主退部黨在執政 民進黨你去告我 你告我 我沒有 我公開講 我都怕你 你就是民主退部黨怎麼樣 這種判決我非常有信心 我認為高院他會撤銷改判 我會認識你 我會認識你 靈部長 任主退部長 成長 我相信你 都不是事情 那種 其實就是 那種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